韩团少女时代的人气成员润儿被大陆媒体捕捉到在片场拍戏的画面 只见女神拿着剑和大陆男星林更新较量比划 招式漂亮 如同翩翩起舞 这段打戏拍得流畅顺利 拍摄间隙林更新和林女儿有说有笑 关系显得非常融洽 首次出演大陆古装剧就有大量的武打动作 只见俊男美女的画面下一秒进变成这个模样 一名样子看上去凶神恶煞 而且身材非一般的魁梧的男士 戴上长假发和穿上跟女儿一样的黄色戏服 现身拍摄现场 这名模样粗犷 身形魁梧的男替身 穿上跟润儿同款轻飘飘 充满梦幻风格的黄色戏服 引发网友一片哗然 而剧组也证实这位演员正是润儿的替身 让不少网友纷纷表示难以置信 不敢相信自己究竟看到什么 不过润儿首次只身来到大陆拍戏 与同剧演员相处甚欢 甚至还被拍到与男主角林更新交情匪浅 林更新在晚间驾驶一辆汽车 赶到剧组入住的酒店后门 不一会儿只看到身材描车的两位女孩一起走出酒店 其中一位女孩身穿灰色帽衫 冒颜压得很低 还是认出她正是林女儿 和林更新共乘一辆车到串烧店用餐 期间林更新还特地到一旁的超商 帮润儿买饮料 两人聊到临晨 林更新才送润儿回饭店 让先前殷戏传出绯闻的两人 好交情更加不言而喻 记者综合报道